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BAC首脑飞正式峰会 11月在美国反复举行 外界关注被美国制裁的特首李嘉超 否前往参与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7日引述消息 华府已决定禁止香港特首李嘉超出席亚太经合作会议ABAC 据华盛顿邮报相关报道 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刘鹏宇 则表示强烈反对 称之违反ABAC定 并违背美方自己做出的承诺 由指美国在6月 有意向李嘉超发出豁免 邀请他11月出席ABAC峰会 其被4名美国跨党派参议员联署致韩国务卿 反有关邀请 国务院发言人于6月13日回应 指该院在意间发出错误版本的答复给国会 对此失误感懊悔 并强调尚未做出关于邀请决定 李嘉超早被问及出席ABAC会议的问题 他指亚太经合组织部 与某一个国家或经济体 有其规则及习惯 组织有责任对成员发出邀请 香港一直以中国香港 亦参加ABAC活动 会按相关规则出席会议 新投票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内容 词曲-浏览更新